Hello 大家好 我是优秘 张小喵 大家好 我今天戴着墨镜出镜 我是为了装裤 实在是因为最近身体不适 比花粉过敏 摘下来墨镜会吓得大家 她花粉过敏 然后眼睛贼红 然后那个说话天天咳嗽 打喷嚏啥的 就是贼眼中 我们今天这位是带病 坚持给大家录视频 我们月末要回国 怕回国的时候 更新视频没有那么勤 所以就多拍几个视频出来 慢慢发 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 对对对 你大的声 就像我说话这么大 嘎 从甘田这样哗哗出来 然后今天我们要做的主题呢 就是 药妆店交换礼物 药妆店和男朋友交换 药妆店互送惊喜 药妆店互送小商品吗还是 小商品 有一种义乌的感觉 我现在还暂时没小口名 订了四个标题 然后分别去 都国最大的药妆店 DM 给对方挑东西 看对方买的东西 会不会符合这个主题 咱俩在一起拍视频 显得我脸好小 是吗 然后又瘦 可小了 瘦 滚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总共出了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一定会喜欢的东西 看看我们分别给对方挑了什么 先让我摸摸吧 面膜我都听出来了 刷刷的 你没见过呢 韩国面膜 这么潮了吗 哪里还只能韩国面膜好呢 老贵了 这是我们超市里面最贵的面膜了 但是我没听过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它咋样 它给我买了两片面膜 一个是 你不能这么说 小鸡蛋 小鸡蛋 一个是黄色 跟我今天衣服好配啊 还有一个是 以前我也用过的卡尼尔的 这个是给正常肌肤和混合肌肤的 我是干性肌肤 行吧行吧 就算它基本过关 然后我给你的是 你是不是看见了 不能 我戴墨镜看不见你 戴墨镜看不见你 你擦一下 吃着的好像 吃着对吧 都吃着 我最爱吃的芒果干 北湖去他家都要买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一个吧 好吧 我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主题的 最近我一个减肥的男人 这种甜品 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吃 行了 就算你面前过锅吧 去吧 那你不如我这个子 我这个 也行吧 这个 这个芒果干就是 挺软的那种 酸酸甜甜的 我们每次去超市的时候 都会带一两袋 然后 就吃了 第二个主题就是 可能会让你感觉不太舒服的东西 好 这个 这个 你先给我 你先给我找 狗粮 我以为这个狗的磨牙袋呢 什么 喜欢这个 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刮毛刀 这个东西嘛 就用的时候肯定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刀片上面是带自带泡热的吧 你这个都不好 就双层刀片的 是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 我都有好的 你给我买这个 让人不舒服 用了以后让人不舒服 行行 基本过关 我给你看我的啊 你闭眼睛 闭眼睛 我这人有点 初等级的密集恐惧症 可能他认为这个会让我不舒服 这个还好了 为啥呀 这个我以为 你一睁开眼睛的时候 会感觉很密集 很恐惧 不行不行 我对平面的整齐排列的点状物 有密集恐惧症 这个立体的还好一些 平面的呀 平面点状 那你觉得这个不像藕吗 不像 对啊 我还真不行 不过这个 太可以了 它改到了这个点 但是这个 实际效果很一般 失败了 不是按摩哪的呀 这不是按摩球 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德国洗衣服用的吧 没有 人家是按摩球 那按摩啥就玩呀 按摩头上的 嗯 好吧 舒服吗 舒服 那完了 那我这个主题彻底失败了 嗯 我以为会 会那个 让你密集恐惧 那你玩吧 好 然后第三个主题是 你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我先来 你也挺挺挺 你还可以踢紧 你闭眼睛 我可以整一下 浴液吧 错 闪曝 洗头的东西 洗发水 放我家 就是他用的那个洗发水 快空瓶了 里边就是 我以为还有半瓶子 我一拿起来看里边都是水 这么省了吗 大哥 是 那个我怕浪费了 就是这个 油粮传统 这个是湿疤的 你看 我给他买一个 德国湿疤的 挺贵呢 Everyday 闪曝 你这老洗头的 就是 它这个不含什么灶 不含什么乱卡气刀的玩意儿 真好 这个 它这个你看 它酸碱含量应该是5.5吧 你都会了这个 哎呀行 我看嘛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对你才跑 酸碱含量5.5 可能应该对皮肤好 我中性的 不是很懂 现在我给他这个东西 它可以看 无所谓了 也是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 这个我昨天买了 我可以再送给你一瓶 我家还有一瓶 我没关系 它不是符合主题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咱俩为啥都是 跟头发有关的 这个主题 这个是一个干洗发喷雾 因为它就是特别爱洗头 基本上天天都要洗头 因为它头上愿意出汗 不洗的话不行 我就是得不愿意洗头 然后经常 就是它第一次知道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都惊呆了 它说 还有这种东西 时间上还有这种发明 它说这都是人家那个黑人 边边不好洗头 人家用的这晚上 说你脑袋成这样的 能至于不得不爱洗头洗的 不爱成这样吗 真的你不知道 你要是留长头 你都知道了 洗一次头得麻烦 这个 没毛病吧 没毛病 我今天刚用过 我今天头还有点油 怕上镜让你们看出来油 我就喷了一下 但不是这个味 这个味我好像没用过 这个你一定能用到的东西 我俩给对方买的 都是洗头方面的 我是湿洗 我是干洗 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你可能会 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东西 就是摆到里面前 你也不会用的那种东西 还嘛 你啥呀 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很了解 你给男人用的 对啊 要不然我只是普通的 我不会给你嘛 哦 那你现在知道这是干嘛的了吗 不知道 这是一个男人用的 护垫 护垫还是卫生巾 应该就是护垫吧 那男人就不应该叫卫生巾了 叫护垫 男人也有大衣服 来 就明白了 这个是 排便系统控制不是非常好的人 他自主控制不好的人 我每次去DM的时候 我都会想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和女性的那些油品放在一块 然后它上面写着男士 我就非常不了解 你可能会遇到我 好的 哎呀 这个洗水心不愁好 这个13级水 好 然后我给你的是这个 你闭上眼睛 我把这个说明给你拆一下 你闭上眼睛 我把这个说明给你拆一下 你闭上眼睛 好我把包装给你拆吧 说明给你拆吧 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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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感非常怪怪的 不知道了吧 你是说夹体拿出来了 哪有夹体啊 贵胶的 这啥呀 哈哈哈哈 这外头有膜啊 得摘下来 有膜啊 那这是不是摘什么毛的 就是衣服上有一些毛啊 那我摘一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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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脸上抖一点 对有粉刺的摘一摘 这玩意能够粘出粉刺来吗 就是 不知道这个 我那带包装的能拆啊 你这个不过包装 我咋拆啊 那给你包装 给你包装你猜咯 这是化妆用的 化啥妆用的 这是makeup 还有你脸上抹的霜啊 还有那个面膜啊 那面膜也能用啊 然后写什么 给这些mask 涂抹的时候 可能会让它均匀一点 这个是涂粉底了 它的优点是不吸粉 因为我们就一般上粉底 用这个东西 它就会吸走很多粉底 然后这个它就是 不会吸粉底 然后它就是这样拍拍拍拍拍拍 把粉底拍匀在脸上 但是我没用过 我不知道大家发不发现 我们两个弄一些 你不知道的东西都是 我这个是男士领域 他是女士领域 就是男人不懂女人 女人不懂男人 就是这个意思 明天我就拿这个试试 上妆怎么样 反正把这玩意放撒人们 随心的 我问你的随心 绝对不摸摸 不对吧 还有一个主题吧 没有蓝色 那我这个面膜也是给你买的 新款的卡尼尔的面膜 黑色的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新款的 晒后修复 晒后修复面膜 因为我们5月份要去云南 云南就是太阳很大嘛 太阳也比较猛 所以我给他买了这个 晒后修复的面膜 当然我买了一共6片 一起用 行不行吧你 能不能用到吧 没有什么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都交换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之前不是说要在微博上 搞一个小小的抽象呢 然后正好我去超市 我就买了这个 德国还挺有名的 那个巴拉雅的玻尿酸 三瓶它里面是7个 是7天的量 一天用一瓶 我呢是我没坚持使用 没感觉出来啥效果 但是我周围的好多人 基本上用过的人都会说 这个特别的好 就补水效果呀 特别的棒 市面上现在好像假货挺多的吧 反正我就直接从超市买的 我会在微博上抽出一个幸运观众 直接把这个玻尿酸送给你 一个是不是太少了 哎呀 那什么 我们要打算抽出7名幸运观众 然后这里边有7个 然后每个人发一个 这样多吗 那不行看不出来效果的 是吗 等你粉丝炸一炸再送吧 行吧行吧 那那个等我成为大博主得有钱的时候 那个我再给你们送好的iPhone啥的 那这这次就是第一次抽奖先生 就是给你们送一个这个 因为我我那个B站的粉丝 已经超过3000了 傻瓜 其实你可以送我iPhone啥 iPhone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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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优秘张小喵 记得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转发我的这条视频 然后at你一个好友 然后 转发留言 at好友 抽出一个人 赠你这个玻尿酸安品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拜拜 我是张小喵 关注我的微博 参加抽奖 抽奖 笑的好假 更假了 好啦 拜拜 拜拜